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兰花 在这段时间,气温逐渐的下降,尤其是在北方 这时呢,基本上都会把兰花搬回到室内养护 开着暖气,让它能够正常的生长 适宜的环境生长,我们也要适量的给它浇 才能让它的叶片不会出现干枯或者是发黄的现象 但是我们在给它浇水的时候,有三种水 我们是坚决不能给它浇灌的 那么是哪三种水呢,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第一种水就是冷水,因为在室内养护的兰花 室温还有土温都是比较相近的 但是当我们给兰花浇水的时候 刚接出来的自来水或者是井水 这时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那么我们这时候给它浇水的话 就会刺至兰花的根式 就很容易允许这个叶片出现发黄的一些现象 而且这个根系也是很容易出现问题 第二种水,浓肥水 因为兰花在室内养护,它正常的消耗 我们就要给它适用一些养分 但是我们给它适用的肥料 一定要记住了,薄肥止湿 有些花有给兰花施肥的时候 尤其使用这种花多多一号的时候 很随意的给它撒上这个水溶液 如果没有根据配比给它交换的话 那么是很容易引起肥害 很明显就会出现根式烧根的现象 叶片也随着出现腐烂干枯 第三种水就是生肥水 因为在它的生长期 有些花有是比较喜欢自己去做一些肥水 比如像这种桃米水或者是这种饼肥水 这些有机肥水都是比较好的 而且它里面含的营养成分也是比较高 但是我们给它使用之前 一定要给它充分完全发酵 俯熟好才可以给它使用 不然的话也是很容易引起烧根的现象 在这些肥水没有发酵 它会在盆土里面再次发酵 从而就会引起烧根 就会导致这个脊椎的根式出现问题了 好了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室内养护兰花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这三种水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